大家好,今天在家里录一期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呢也在小红书上也有家长私信过 他的基本情况呢是这样的 他是在山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高考大省 当年呢他是这边没有参加高考 因为种种原因,高中毕业的时候 学校呢就劝他不要参加高考 所以他没有高考成绩 然后他现在呢也成家 然后有自己孩子 然后想把孩子呢到这边读初中 问怎么过来 也包括很多家长问这个关于签证 其实呢这几年我们这边也有80后的家长 就针对孩子来说吧 我给他们的建议呢一共是两种 一个是这个到你以留学的方式过来 如果你有高考成绩的话 留学的方式走这个马可波罗图兰朵计划 这样的话呢 在意大利内政部每年呢都会有一丁的名额 给再读学生,转工作居留的名额 然后呢你转上工作居留可以申请孩子出来 你作为监护人 孩子这边只要有这个学校录取 然后你是监护人的监护人一定要注意啊 当过就是意大利驻华使领馆要求 你得有这边的公正都搭有 然后呢孩子过来这边呢 他可以贴在家长身上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呢就是 比如就像刚才之前那个家长问的 就说他没有高考成绩 没有高考成绩的话呢 只能走语言签出来 北京领区和重庆领区还是比较好签的语言签 是这样的 然后呢过来之后还是一样的 学生居留转工作居留 再读学生居留啊 转工作居留 这是可以的 这是第二种 还有一种形式 现在就是属于叫什么 数字化移民嘛 对吧 就是给你居留啊什么 这个具体的话要再了解一下 其实家长的诉讼也挺简单 就是不想内卷嘛 然后 那个家长给我上了一课 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他的目标呢 是想到那边 先转上工作居留 然后把孩子申请出来 到那边先学习 读一下国际学校 意大利语英语啊 中文这些 有一个铺垫 然后呢 他的目标是 他这边工作居留 然后之后他转 他再申请去美国 旅游签也好 什么在这边是很好办的 只要你提供这边的 相关的你的报税单啊 你的居留 有效期的之内的居留 包括你这个 其他的种种的这些东西 然后签证的话 要比国内要好签的多 他其实给我上了一课 他的格局啊 比我大得多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既然有这种想法 我挺鼓励他的 因为 他是属于全职妈妈 家庭呢 就是也属于这种 比较的 算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阻碍 也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所以他想让孩子 避免这种内卷 然后想一步到位 中间呢 其实以意大利为一个踏板 现行政策可行的状态下 他这种操作是完全可以的 嗯 这也就是说 这几期一直 我没有回答 这个私信过的家长 其实呢 这是 刚才我说的以上方法 不只是一个捷径 也是一个踏板 嗯